大家好 我是高倫 桃園的朋友你們好嗎 今天真的很開心可以來到 世雄無約天的演唱會 所有開場嘉賓 謝謝大家 我們在去年的12月31號 發行了我們的第二張專輯 運氣來得若有似無 很開心 今天可以在這邊分享給大家聽 然後也請大家好好注意保暖 我們在最近發行了我們第二張專輯 裡面的一首歌的MV 叫做《在這座城市遺失了你》 在這座城市遺失去了你 輸給欲望高中的自己 不是你 過分的感情 而我愛你 為你所以我 愛上那片天空天空 好像我在其中 那是你牽著我 最深刻的故事 最永恆的傳說 如果是你是我能夠平凡生活 不管現在是點歌點得好的話 大家記得要加我們 《怪獸大人》的臉書或IG 微博通通加起來好不好 點得不好的話呢 退追蹤 退追蹤 我這個人就是敢賭 退追蹤 拜託不要 來 天使 等一下 哇 這個那聲我差點震破了 等一下 等一下 我要在唱之前 我先去拿手機 我就用我的IG看 怪獸的人數是不是越來越少 越來越多 好 你去拿 其實這一段期間以來 有沒有誰有去過醫院的 有滿好很多 像我這段期間 其實我去了醫院也好幾次 因為感冒 然後看到很多很辛苦的 第一線的這個 醫護的從業人員 然後真的覺得 他們非常的辛苦這樣子 然後又是冒著血 在第一線為大家工作這樣子 在這邊 真的想把天使首歌獻給他們 讓我們為他們掌聲鼓勵 也是這一群勇敢的白衣天使 讓我們在今天 可以順順利利的 在這裡開演唱會 在全世界 在地球上 這幾乎是唯一的奇蹟了 掌聲鼓勵 這演唱會應該是五月天 時尚待在體育場最長的一次了 然後因為從延期的那幾天 然後我們就有個感覺 就是會不會這一次呢 今年真的不能在這裡看到大家 所以大家就臨時做了一個決定 就決定好 沒有關係 大家既然不能來看演唱會的話 但是我們可以把演唱會送到你們家 送到你們的手機 送到你們的電腦前 所以呢我們三天呢 五個人自己在這邊跨年 當然呢 其實不只我們五個人而已 就很多人陪我們 然後包括了棒球場的 所有辛苦的工作夥伴 讓我們再給他們掌聲鼓勵 漫長的三周 謝謝你們了 割在我心底的名字 你躺在乘風的位置 又不是任何我 怎麼過一輩子 我躺在你後的城市 我車飛向天堂的地市 你可以要想 可是我只能停止